tatch.net 哈囉觀眾大家好 新聞大解讀 我是主持人胡仲信 今天邀請到離臺灣 本島最遙遠的 漫漿縣馬祖 县长以及一两位朋友 连江县县长刘正英县长 欢迎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连江县政府文化处长吴小云处长 胡大哥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以及台师大东亚所教授兼主任的 江博伟教授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要说是众所功能研究台湾的 不管是金门 马祖 一位世界级的权威学者 他对金门侨胞 在新加坡有他的非常深的论述 以此得到学术界的肯定 我今天特别 我在节目说过了 我欢迎所有党籍人士 或无党籍的县市所长参选人 我们谈公共政策 谈行销宪政或市政 我们绝对没有任何的政党 或派系或势力的 这是一个平台 我还是要简单介绍一下 为什么要介绍马祖 临江县 我第二小时要介绍 宜兰县的投尘证 资讯不对的 我们应该给外离岛 给偏远的后山 更多的蝙蝠 这是我应该是第三度 邀请到县人的原因 请允许我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节目的主作是 国家论统公共政策文艺复兴 我们今天谈的就是 马祖的文艺复兴 马祖人的人文素养 同时呢 我们也继续推动 马祖文艺复兴 第三 虽然是文艺复兴 但是完全适用于马祖 历史记忆及文化再现 是台湾主前独立战争最前线 战争记忆 我们要重新建构国主想象 虽然我们所谈是 1895到1945 其实1949 国共内战没有结束 马祖的历史记忆文化再现 这是我们今天主要谈的 第三 我要再度引用大导演魏德胜 他最近即将指导 台湾人三部曲 我一直觉得台湾人太缺乏自信 缺乏土地信仰 我们在做的只是让 生存在台湾的人 以自己的文化为荣而已 我也是马祖人 我也是连江县泄民 我们要建构对马祖的土地信仰 我们要让生存在马祖的人 以自己的文化为荣 我知道台湾本岛非常多的 马祖桥 林江桥 更重要的是 我今天没有谈文化大学的宿舍问题 我不谈那种 那是很知捷的 那是很末端的 为什么谈呢 这是欧普拉 美国脱口秀天后 对美国媒体的批判 他说现在美国的政论媒体 相互攻击 网络酸民 政党恶惰 严重分裂 不公不义 制造仇恨 他告诉我们 这就是欺减大家 也是对我自我约束 这些年我学到的是 面对这种歇斯底里 我们不应该呼应他或抗拒他 我们应该支持他 看穿他 然后抽搐他 我们就看看 在过去的最前线 兼两岸枢纽的马祖连江县 当地人像县长 处长以及学者 他们怎么做基层草根的 公民社会的工作 来 请看 马祖卡六区 最美的欧式灯塔 最美的国土坐标 最动心的地中海岸 最原始的生态秘境 最惊叹的地质公园 最热血的战地标语 最神秘的坑道据点 最高耸的神灵民室 最艳丽的烽火山墙 最骄傲的金台酒香 最想念的家乡味道 美食让人难忘 美酒让人留念 美景让人生情 马祖三眉和情人一样 爱国永远放心上 我刚看到老酒面线 上次县长来 也送我一箱老酒面线 我公开替老酒面线行销 一集吧 大家一定要 我希望台湾本岛也有外销 有 我不知道马祖能不能看到 新闻大解读152台圈台定品 未来我希望连江县县民 马祖的我们的好朋友们 能够透过152台来看这个节目 有两本书刚刚上市 这本书刚刚上市 朝向马祖 我说这个名字取得真好 朝 朝日语汉语就是最新朝义事 第二 一本新书 望龄之岛 马祖越基台湾平均寿命第一的秘密 越学者所写的 来 市长请告诉我们 我今天学一句马祖话 这个胡说话 卡溜 卡溜 来 剃头的意思 卡溜 好来 请 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好 那马祖过去是一个 占地前线 那现在已经变成一个非常热门的一个旅游地区 那雅虎旅游票选是全世界必去的十大小岛 因为它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有魅力 比如说它丰富 非常丰富的生态 像马祖的蓝眼泪 马祖的大丘的梅花路 马祖的燕窝保护区神话之鸟 花干岩地质公园 以及这种岛屿 海天一色 这种世界级的美酒 还有它的美食 跟独特的文化 除此之外 它还有一个非常珍贵的文化遺场 就是马祖战地文化景观 那马祖怎样从一个战地前线 转化为一个非常热门的旅游地区 我们最近刚刚跟元健天下合作出版的这一本新书 朝向马祖 就是把马祖蜕变的过程的一些动人的故事 很精彩地描述出来 我想不管有没有去过马祖的各位观众同胞 你们都可以看一看这本书 那马祖的战地是因为在民国38年的时候 国军撤队到马祖 那时候38年国军撤队 39年寒战爆发 那时候大军就进驻马祖 将近有5万的大军 再加上美国西方公司 美国顾问团的进驻 他不仅仅是国共对峙的前线 也是世界上东西冷战的对峙的前线 那时候马祖在军民一家 同岛移民的这种战备的氛围上 过着战地的生活 那马祖人的生活 自由跟人权都受到很大的限制 比如说所有的人都全民皆兵 参加自卫队演习战哨 参加防御公事 清运等等 生活上也有很多的限制 必须有宵禁 晚上不能点灯火 离开这个岛都要申请 晚上出去要口令等等 甚至你不能原有照相机 收音机 篮球等等 生活上的必需品 我想这都是那个年代的一个 生活的一个共同记忆 对很多的在那时候在马祖当兵 以及当地的民族来说 这是一个无形的一种战地之场 当然将近半个世纪的 两岸对峙 马祖虽然说不像金门一样 有大规模的古宁头或者八二山 这种大型的登陆座场 但是仍然有些零星的空战跟海战 那生活在当地人 每天仍然听到各种演习的强炮声 所以说在我们的经验就是在炮火中长大 这是我们共同的记忆 那面对这么多的占地的有形 无形的这种资产 我们县政府正在积极地接收 然后做充分的判定 我想过去那段国共对峙 都已经变成历史了 我们要把这些战争的灾难跟痛苦 转化为具体的文化一场 作为我们历史的硬件 也会作为我们争取推动和平的一个典范 我看到金门县最近也把这个大胆 重新开放了 我也是过去 我没有在金门当兵 但是我也透过过去国防部的邀请到大二胆去 的确大二胆我希望大家有机会 包括马祖 现在能不能简单介绍你带来的非常珍贵 图本来 向大家行销吗 我想马祖在将近半个世纪的 这种战地的时间里面 留下非常多的军事的遗址 不管是坑道 碉堡 据点 营地 或者这些标语 说起来都是鬼斧神工 那密度非常的高 几乎是世界含有 它这种价值是世界级的 那我可以举一个这张图片来说 你看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外形 可能只有一个路口 这就是我们在东营 就是最北的江域 东营岛 一个非常著名的安东坑道 真的是鬼斧神工 你看到只是一个口 但是它却深入地底一两百公尺 这个坑道几乎是45度垂时往地底 那在地底就是四通八达 里面可以保存站立一个营的兵力 包含养租场 生活 起居 会议室等等 这是一个 那我们这种的这种坑道 就是一种保存的方式 加以整理以后 变成一个观光的亮点 大家都可以经过这样去马祖 就可以深入这个地底的坑道 看当年战备的情形 好 国境之北 东营的坑道 我马上想到 不管是平壤或莫斯科地下道 事实上鬼斧神工是一样的 我非常高兴 我公开讲 我刚才问这个刘翔 请问你是哪一党及到国民党 我坦白讲我是没有党派意见的 只要你在行销 我公开讲 只要你是已经向各地的选委会登记的 县市首长参选人 要登陆的 我都欢迎 我们希望让大家重新建构 未来的愿景跟目标 马祖县 也有文化处 做得非常好 就是我们上次的吴小英处长 他今年 只有17岁 他说是后期的年代 还是17岁 来 谈谈 你所经过的占地的经验 然后怎么转型变成一个文化的 南海的 我最近看到华国人来争取 说华国的藏棍面包 左岸的救赎摊 还有华国的酒馆 这三样他们说要登陆无形资产 都可以 连华国的藏棍面包都可以 马祖更多不是吗 是 来 请 非常谢谢胡大哥 事实上70后我是有一点偷吃不 刚好在70年左右 事实上马祖进入占地政务是在民国45年到81年之间 那么我应该算是一个中期的一个代表 那么事实上这一场就像刚刚现场讲的 仿佛没有真正式的发生 但是他却无处不在 所以对我们来讲 事实上是有非常非常多的限制 那同时 马祖的很多的建设跟发展也在这一刻开始了 那么我们的童年其实面临到的情况是 很多很多的阿兵哥 整个街上 街道上全部都是像沙丁鱼一样密密麻麻的军人 那我的父亲在军方的战力政务委员会工作 我的母亲是依附于军方的产业 就是做这个裁缝来养活我们大家 在学校上课的时候 我们看到军人要敬礼 然后小时候在小学一二年级回家 先写完功课之后要去躲防空洞 那我们的老师有很多是军中来的这个异教等等 这些军人跟我们民众互相交织的生活 事实上就是我的童年生活 那这些交织其实也产生了非常非常多的人文跟故事 跟战地的地景 刚刚县长介绍的事实上就是在这段时间之内 国军为了防御建构的很多很多的战地军事 那我们现在就发现到这些战地的地景跟战地的军事 反而在后冷战时期变成是我们最重要最珍贵的资产 那么这些资产事实上 现在我们也做一个非常大规模的一个策略性的规划 这个里面我们把它分成三块 一块的部分我们拿来做保存 原汁原味的让大家看到当时战争的这个战事的地景 同时也让大家去记录这一段历史中间 我们必须要该记取的一个教训 那再者的其他的部分 我们就来做再造的历史 再造历史就是希望能够将过往的这样的历史 可以跟我们的当代来做一个对话 那另外还有一个是游戏场这边 特别指示我们来做的一个国际艺术导的计划 因为这么多的战地地景 事实上有很多很多可以再去做发展 跟做艺术创意的一个发现 那么对我们来讲 我们就希望透过艺术的方式来呈现 跟论述马祖之于世界 之于台湾的一个 之于两岸之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和平的价值 好 事在人为 我非常佩服 以马祖我们说的弹丸之地 刘县长是五星级现场 你看人家怎么认真努力 好 我修改这句话 历史记忆级文化再现 是台湾主权独立战争这一线 这战争期包括1949以后的金门跟马祖 我们所谈是日本时代 但是也不要忘了 就是台湾多元文化暴容的一部分 前不久一位旅积马来西亚的桥领 杨忠领先生过世 他就是金门桥 你要说金门王 我们在座的江伯伟教授可以说是把金门马祖 把他在学术研究所谓的金门学或马祖学 把他拉到国际研讨会 在去年 因为我跟江伯伟教授曾经一起探讨 金门人总是在马来西亚南洋打拼的故事非常成功 于是他回过头来 因为伯伟教授并不是 你不是金门人也不是马祖人 是台湾本岛人 但是他努力建构 把予以学术化做重新论述 我今天我每日一书就要介绍日本 日本人一百年前就开始介绍 我们今天是钢桑天心的茶枝书 日本文化的深邃所在 一百年前新渡户到照 这个我介绍的是 太多太多日本学者的 内村建山等 日本人早就文化人数 台湾这一块还不够 当然我也谢谢这个 你看这是刘县长昨天出书的 胡忠信先生会存 7月4号 感谢 这是你们昨天出书马上送给 这是第一本 感谢你 我会珍藏 江教授 你怎么把金马两个外里岛 把它拉到一个位阶 非常高的一个学术认数 尤其是最近南北韩的和解 给你非常多的启发不是吗 来请 是 我想马祖虽小 不过我可以这样说 认识马祖是 认识台湾现代史的起点 也是认识东亚历史的起点 那我这样说不是夸大其词 而是我们可以从 从20世纪中叶以后的 冷战历史里头 去窥探这样的一个 马祖台湾跟世界的一个连结 这个图是东亚第一岛链 岛链前线中的前线 在1950年6月韩战爆发之后 那么整个美国对 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的政策 发生了改变 那么开始很多 关于军事的援助 那么一直到 1954年12月 签订了中美共同防御条约 我今天还带来的 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的 正本的这个档案 这个现在档案 这个版本存在于 波士顿的这个 甘乃迪总统图书馆 那么我要说明的就是 在很长一段时间 马祖其实是进入世界的视野的 那么这是美国中情局的 关于离岛的各种资料 当时对两岸军力的评估 对于这个马祖的相关地位的讨论 这时候从这里面 可以让我们了解 这样一个非常小的地方 事实上已经是全球 关注的一个焦点 那在国际地缘政治的影响下 地方的社会发生了很多改变 譬如说我们看到 当时抽到金马奖的军人 他们在这边度过他们的青春岁月 这些台湾的青年 跟马祖的土地的连结 事实上是因为战争历史的连结 所以这就是我刚刚说的 认识马祖是认识台湾 现代史的一个起点的 这样的一个论述的 一个讨论的基础 那么从这里头 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到 当时这些军人 他们在开凿坑道的各种画面 那么造就今天刚刚县长 以及处长所提的这些重要的 可能可以作为文化遗产的 这些军事设施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马祖前线中的前线 等于是马祖的大二胆 叫高登岛 这个高登岛是距离福州 最近的岛屿 各位不要小看这个球场 这个篮球场当时是用 美军的一个将军 叫雷斯登所命名的 所以港口叫大维港 是于大维国防部长所命名的 所以一个记忆的小岛 这个历史的记忆 是对于我们去连结东亚历史 连结台湾历史的一个重要的起点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头有很多军民的生活 在里头展现 那么他在当时 克难的这样的情境下 度过了那样的一个战争的 对峙的这个岁月 我们最近有两件跟台湾 国际地缘政治有关的事情 一个是我们跟美国关系的 这个进一步的强化 AIT的新管 我刚刚说的这些事情 都是在国际地缘政治下 台美关系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连结 就发生在我们马祖岛 另一方面 各位大概不晓得 过去五年 韩国方面持续来马祖做考察 他们想要了解 在当他们的38度线 这个对峙的前线 万一有松动的机会的时候 他们那些被禁锢的边陲的军事的小镇 如何成为和平观光 安保观光 乃至于生态观光的重要的一个场域 这时候他们来学 就要学马祖 所以解岩到现在大概 马祖的解岩是1992年的11月7号 到现在大概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 这四分之一个世纪 马祖所做的准备 就是让过去的战争遗产 成为未来地方发展的一个资源 每位观众 他是一位媒体工作者非常资深 他看我们节目以后说 他叫我中信 你就在做英国BBC 或日本NHK 或美国PBS 他们都是国家的国家电视台 我说当然是 我要特别感谢民事董事长 郭北洋董事长 他知道我在怎么做 我刚刚还把我郭董事长 给有一方简讯给大家看 郭董事长说 全力支持 我节目一定这样做 你看看 三位一轮就知道他们谈什么了 把马祖放在一个那么高的位阶 那么高的 非常崇高情操的论述 我一定要站起来 向这个县长致敬 为什么你知道 台湾本岛人 绝对亏欠金门跟马赌 或者已经过去的 或现在或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 我要公开讲 我们亏欠 很快 823炮战到了 周年纪 我希望大家要用这种态度 为什么 1996年台海危机的时候 我在报社写社论 那时候坦白讲 我跟苏智仁主任 几乎每天都通信息的 他很多情知给我 我写成 很多报社的专栏 或社论 我公开现在这样讲 但有一天 那时候陆军总司令 汤耀明总司令 突然打电话给我 因为我在报社叫竹笔 胡竹笔 我安排你 到外里岛 全部跑一趟 你去就知道了 96年台海危机 那时候的海军总司令 顾崇年上将 他现在过世 他说他遗宿都在这里 他自己在96年台海危机的时候 在哪里去 坐着旗舰到乌丘岛去 这是大家打拼结果 我是把这些透露出来说 我做一个记者 你到亲身经到外里岛前线 包括乌丘 马祖 东影 我去过我就知道 我们亏欠他们 所以我记得大家这样做 我们用NHK BBC PBS 就是日本的 英国的 美国的公共电视的国家电视形象 来重新论述 请大家重视马祖 来看 胜利军事 MISS 来看看 来过马祖这个战地文化的宝库吗 马祖的四个岛中 南竿岛是马祖的战地心脏 高达95个据点分布在南竿的海岸线 那么南竿的一号据点 胜利宝会在哪里呢 这里 就是胜利宝的所在位置 海防据点是防律的最显现 主要任务是守护奥口监视整片海域 过去胜利宝就和南竿岭信的据点 共同防卫北侧海域 为了防止敌人登陆 胜利宝外围布满 有次植物虫吗 玻璃刀山 还有铁锡网 以故总统蒋中正先生 50年前曾在这里视察防务 还留下跟对的历史画面呢 胜利宝卸下防卫中任之后 在2017年摇身一变成为了 马祖军事文化遗产概念馆 馆内展示着海防攻势 远战时期 马祖风貌 老照片 以及美方解密影像 绝对值得你一探就行 战地时期和政务时期的老照片 绝对能让你感受到 当时的军中生活与民情 来到马祖 一定要来胜利宝了解军事文化 更别忘了观想 各岛一尊一二口的美丽风光哦 马祖战地文化之旅 胜利宝绝对会是你的第一站 好这是刘县长送给另外一本书 《望龄之岛》 马祖越居台湾平均寿命第一的秘密 忘灵就忘忧 我想起张忠谋董事长 于是在一个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做演讲 他说你做一个现代的 一定要完成人生三件事 一 要有宗教信仰 二 一定要有工作 而且要愉快工作 第三 保持每天运动的习惯 我相信马祖人应该是吧 忘忧才忘灵是不是 来 请你介绍 是 我想马祖长时间的战地证务 所以说当年他的医疗资源是非常的缺乏 我们可以称作是五亿岛 但是战地证务终止以后 我们积极地改善整体的医疗环境 建立很完善的一个医疗照顾制度 从预防医学医疗院所的改善 医疗设施的改善 人才的培育 到整个紧急医疗系统的建制 可以让相机得到一个很好的照顾 特别我们的公共卫生 预防医学做得非常的落实 所以说整体的平均寿命 目前已经是全台湾最长寿的一个线 我想这是我们大家共同努力的一个成果 那台北医学大学 特别跟远见合作出版的这本书 把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就是很精彩地描述出来 大家有空可以看一看这本书 县长我要请教你 你做一个县长 未来连江县的整体的发展方向 那个愿景目标是什么 我想我们连江县的愿景 我一直觉得健康幸福 一直是我们的愿景 所有的施政要与人民的健康 幸福为目标 所以说我的愿景是健康岛屿 幸福马祖 我们的目标是要 与国际接轨岛屿要创生 然后永续发展 那我们目前已经完成了 马祖永续发展的白皮书 包含五年的中建计划 108年到111年 还有12年的中长城计划 我想未来这10年会是 马祖非常关键的10年 我们希望说努力的 拟定这个施政的蓝图 能够翻转马祖 提升整个马祖的竞争力 为人民的健康幸福努力 真正的达到一个 一句健康幸福之道 我也喜欢看很多日本学者 他们都用英文传书的 然后再翻成日文 再翻成中文 这本书就是查字书 换句话说 你看他们的说明 你看这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 日本的 有他们的陶瓷各种器具 但是它里面就呈现 从查到美 一种文化论述 我相信 这个处长 你回到历史现场 怎么从这个现场 做一种文化的认述 然后凸显 它背后所强调的 精神跟意义是什么 是 事实上我们这两年 在军事遗产的部分 我们有非常多的活化的案例 刚刚现长其实也提到 就是在观光的部分之余 我们刚刚在片头也看到了 我们的胜利堡博物馆 我们透过这个博物馆 来论述马祖之鱼世界 还有马祖之鱼两岸 跟马祖之鱼台湾的一个重要价值 我们也让这个据点 成功的转型成为一个博物馆 而这个博物馆是一个 战地军事遗产的博物馆的一个起点 由它开始引导大家去介入马祖 来看一看马祖的军事地景 跟马祖之鱼这个环境的一个意义 那么对于我们未来来讲 除了这样子的博物馆之外 我们有一些很特别的活化案例 像这个是我们的一二据点 一二据点现在是一个书店 是一个独立书店叫赤鸟 非常特别的在坑道里面的一个书店 让它结合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环境 跟这个人文 那么再一个就是 我们接下来游现场这边 跟我们做一个统一的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规划 就是一个災造历史现场的计划 这个计划在我们的南竿的梅石地区 这个场域其实如果 在马祖当过兵的阿兵哥 特别是在五六零年代会非常有感受 原因是因为这一块是 在那个树杀的气氛中间 唯一非常开心的地方 怎么说呢 这一块是我们当时的电影院 马祖的第一个电影院 那么这个下方这一块是 就是当时所谓的军中乐园 对 所以然后阿兵哥这个里面有迎战 有各个不同的场域 那这样子的场域呢 过去阿兵哥就是难得的休息时间 就会来这个地方 那现在这个地方 因为战利中午终止之后 它荒废了 所以现场就只是我们来做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 再造的一个活化企划 所以我们现在呢 就将这样子的一个空间 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新的一个变化 首先第一个在 刚刚的电影院的部分 我们现在争取文化部 这个多功能的演艺厅 我们未来希望在这个演艺厅里面 由马祖人来演马祖的故事 我们用文化的方式来论述这一块 那再一个就是我们在 这个原来的迎战的位置 我们成为我们的这个 美食的愿景馆 我们来论述 这个大美食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未来 那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刚刚讲的这个 军中乐园的这一块 过去军中乐园叫特约茶室 我们现在叫特约青春 我们未来从青创基地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着手 我们希望年轻人 重新在这个地方燃烧青春 同时将他的发展 对马祖 对台湾 对国家有所贡献 我认识在座的江伯伟教授是 我拜读一位哈佛学者 到金门去开会 然后这位哈佛的历史学者 惊讶 金门有那么多的材质 文化 能文书团可以写 也是建构一本书 也是我跟他对台知道 原来台湾的战地文化 金门 马祖 事实上国际的重量学 在做研究 我们却忽略了 来 江老师请你介绍 是 我刚刚提到 马祖是认识台湾历史 跟东亚历史的一个起点之一 那事实上这个过程中是 我也期待 因为我想遗忘历史 是对现实最大的惩罚 我们台湾现在 对于很多的讨论是 不够深入不够精准的 我想主持人的这个节目 经常带动我们台湾一些 比较深度的思考 那么对于马祖的 这个战地文化的保存 事实上是台湾 公民社会建构过程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 因为它提供我们 对于战争历史 或甚至是台湾的 处境的一个反思 我常常在想 这个战地文化的保存 怎么样成为和平 跟和解的一个取境 我这样说不是凭空而来的 我自己多次到法国 洛曼地 还有世界各地的战争博物馆 去考察 我注意到法国 洛曼地的这个战争博物馆 它并不是把神圣的盟军 打败邪恶的纳粹 这么简单的一个论述 而是它把它拉到一个更高的 人类为了和平 所付出的一个代价 所必须走过的一些路径 那么我相信金门马祖也好 战地的军民 他们所经历过的战地生活也好 如果我们经过适当的梳理跟反省 事实上是可以提供台湾 或是全世界追求和平 跟历史和解的一个重要的场域 那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在做的这些事情 一方面有光光的价值 二方面 事实上是对台湾公民社会 一个建构过程中 非常有利的一个场域 那因此 我觉得更多的台湾人 关注马祖的议题 特别是文化发展的议题 是非常值得而且重要的 我非常佩服江教授的说法 战地文化 因为我最近 跟一群朋友到 日本这个南九州的 入尔岛县 其实入尔岛市 我们知道在明治维新 有一个关键的西南战役 就是也是开国者的西乡龙胜 他跟中央对抗 最后就陈山 陈山之役 我自己就把这个陈山走一圈 我拿着手表 从起点绕一圈回来 刚好整整一小时 沿路上 你看日本人 把150年前左右的 这个关键的西南之役 所有的历史 是怎么保存的 如果连西乡龙胜 藏身的洞穴都还保存住 那根本不用说 它切腹的地方 或者各种文化景观 看看日本人 在这方面做得多精致 这是150年前的事 那对不到一甲值的金门马祖 我们是不是也要这种态度 同样面对呢 不要忘了 生命共同体制 台 彭金毛 彭湖 鲁江县 金门县 也是台湾生命共同体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今天有义务 责任 来替马祖 替连江县行销 如果路尔岛县 都把西乡龙胜 长生 大概一个礼拜的洞穴都保持 那在马祖的北海坑道 看看他们怎么活化 怎么转型 把它拉高到一个非常高的创业层次 来看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是只有金瓜石吧 不是只有墾丁吧 或红甲夜市吧 来看看 来请现场利用这机会 行销 宁江县 请 马祖在战地政务将近半个世纪之中 虽然没有大型的登陆座场 因为它地势非常的险要 所以说也存在了许许多多的 非常险峻的坑道 碉堡据点在这个山海之间 我想这些密度非常高的军事据点 是应该有世界级的价值 相当于南北韩38度线的板门店 我们国家文化部也认定 马祖的战地文化情况 是世界文化遗产的潜力点 我们也积极地朝这个方向来做 我们不仅努力地去保存 还要活化 更希望转移创造新的价值 我举几个案例跟各位观众朋友报告看一看 像这一张就是到处你还可以看到 马祖的各种战地标语战斗建筑 像这一张 是马祖的地标整个带档 是你远远的宠福澳港进来就看得到 但是现在已经活化变成一个景观餐厅 你可以在餐厅里看到世界级的美景 这个就是景观餐厅 无敌海景的 像这一张是我们的五五据点 已经活化变成一个青年背包客栈 你在据点之中可以体验这种战地的生活 也可以有一个民宿可以看到 非常漂亮的海天一色的景色 也可以变成青年客栈 那个背包客栈 可以体验战地的生活 像这一张北海坑道 那是一个真的是鬼斧神功 战地之作 非常这个 兼具的一个工程在地底的码头 那现在可以活化变成一个公关景点 那我们也定期的办音乐会 在里面可以听 因为自然的音场可以听 天籁之音 那今年的7月21号跟8月4号 我们还会再办音乐会 也欢迎大家来参观 像这一张 就是也可以在坑道里面 摇乳欣赏这种梦幻的马祖蓝眼泪 这是音乐会 在坑道里面办音乐会 像这一张是八八坑道 那坑道里面 现在尝我们马祖最好的酒 那它的温度湿度最适合尝酒 所以说也打造成 马祖最好的高粱酒 因为它的温度湿度越沉越香 所以说马祖的酒 我们在2017年参加 旧金山列酒大赛 就得到全世界最佳的白酒 双金牌奖 今年参加比利时布鲁赛尔的食品品鉴大赛 也得到最佳白酒 特金牌 所以说马祖的这些坑道 是非常有价值 不仅仅是以后观光的亮点 更是我们重要的文化资产 那我们积极的希望保存火化 更希望共同的努力 打造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一个行列 昨天我说到一位来自北美洲 我们的观众 他说他很纳闷 怎么很多台湾政策节目 谈宿舍的地下室 停车场便洗衣间 可以谈两小时 谈了一个礼拜 然后谈 香蕉煮过以后 要不要问倒油吃 也可以谈了好几天 他说他看了精神错乱 还好我这个节目 我当然是 来 我看看 这些年我们学到的是 面对这种台湾政策界的歇斯底底 我们不该呼应他 我看他 正视他 看穿他 超越他 看看 被大家忽略的连江县 他们的首长怎么在努力 来 首长分享 是 我想刚刚先生特别提到 马祖战利文化警官 现在已经是我们国家的世界遗产 这个潜力点 那么要提到世界文化遗产的潜力点 其实他的前提是在地认同 跟我们是不是具有世界型的 这样子的一个价值 从我上任的第一天 我们现在就要求我们将所有的军事遗产 完成拨用 并且进行这个保存的相关工作 我们的未来目标就是希望 整个马祖 整个岛屿都是博物馆 我们让我们这个岛屿会说话 用什么样的力量来说话 用文化的力量 用艺术的力量 我最近看到一个国际新闻 记者到南北韩交界一个 我从来没有听过的一个小城镇 叫铁园 应该叫铁园嘛 过去他是 等于是朝鲜半岛一个 南北一个通渠要道 那个中间点 结果因为战争 因为停战了 没落了 但是最近南北韩的和解 这铁园 不仅成为观光的重镇 而且皇家不断的飙涨 金门马祖 应作如是观 历史记忆及文化在线 是台湾主权独立 战争最前线 我从来不符口号的 我从来不会 喊口号给别人听了 但是我们去做 我们重新建构 金门 马祖 澎湖 包括台湾本土 历史记忆跟文化在线 包括战争记忆 我想江教授 你最有感于铁园的蜕变 跟重新被发现 如果把这问题投射到 金门 马祖跟澎湖 来 请分享 我想重返冷战的场景 事实上是 想办法连结 人 土地 还有历史 那么 连江县的行政团队 他们其实非常有 国际视野 也能够把草根的行动 去连结 我刚讲人 土地跟历史 那么这件事情 事实上是东亚 除了政治之外 正在发生的文化现象 包含了 板门店 铁园 包含了冲绳 对冷战的思考 这些都是 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 我想这个讨论 对台湾非常有帮助 请问江大叔 你在办了 马祖的国际学术研导会以后 与会者或你个人 有没有什么 值得分享的 是 这几年马祖一方面 做一些文化的行动 二方面他希望把自己 放到国际舞台上去讨论 所以举行了一系列的 关于冷战历史的讨论 所以我们请来了 像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的主任 我们请来了东京大学的川导真教授 这些老师们 还有首尔大学的统一和平研究院的院长 他们共同在东亚的历史上 去讨论 马祖的何去何从 我想台湾应该有更多的地方 用一个全球地域的视野 全球地域学的视野 去拟定自己的地域振兴计划 如果这样的话 我想台湾的经济社会的总体的实力 能够再提升上来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 一个完全被遗弃 被历史记忆埋磨的八八坑道 看看县长他们 处长他们怎么努力 把它重新建构 当大家陷在泥道的时候 廉江县县长跟处长跟这些学者 叫大家要仰望天空的星辰 包括你们这个蓝色眼泪 你们有八八坑道 我们这个节目叫一五二坑道 请大家收看 马祖 大家请继续养成习惯 每天八点到十点 一五二 一五二坑道 县长就一个机会 我知道 听说马祖 现在你还没有对手出来 一定会有对手 我想我还是要非常非常的努力 对 因为马祖的未来 我想这几年是非常的关键 我们要把握机会 为马祖创造一个更好的机会 达殿下更深厚的基础 那马祖过去 就是几十年的战地政务 的确就是在建设方面 是被忽略的地方 那我们不仅仅要加速 地方的建设 更要为岛屿创生 与国际接轨 让永续发展 特别就是这些这么珍贵的 战地文化景观 已经被文化部列入 世界文化遗产的潜力点 那这些非常珍贵的 密度非常高的 据点坑道碉堡 我想是世界含有 它的价值是世界性的 世界性 我们要把握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除了做很完善的保存 更是要活化 让它变成观光景点 变成新的产值 更要透过新的这种艺术家的诠释 或者是艺术家的设计 给新的生命 新的诠释 新的价值 然后打造新的文创产值 为岛域创生 为地方创造更多的机会 也为过去的历史 国家的发展 提供更大的贡献 也为两岸的和平 国际的和平 提供更有价值的一个贡献 你看看刘县长 他跟我们传统所认知的 在台湾本岛的县市长 不太一样 他比较素朴 台湾的县市长 都会 说得 吹得全破 但是他误实 我好奇 我一定要追问 刚刚坑道看到 蔡总统在巡视坑道 我要请教 蔡总统以及赖院长 秉公处理 中央所应该 挤注给你的经费吗 有 有没有 或是不够 还没有 目前就是 蔡总统是在 前年的小年夜去麻祖 赖院长他上任以后的 一个多月就很快来到麻祖 我就跟 总统跟赖院长 报告 目前我们施政的方向 我非常谢谢总统院长 都给我们大力的支持 经费到位没有 经费都给我们很大的支持 我想在这样子的基础下 麻祖有很大的机会 能够 创造这个更大的价值 为乡亲 为国家 你看县长真会讲话 他没有想yes跟no 他是 其实 我都秉公处理 各不同党籍的来宾 叫县市长 蔡总统 赖院长 秉公处理 该给的经费就给 虽然他是国民党籍执政 对不对 我这样说可以吧 是 是的 非常谢谢 总要听你讲话 蔡总统跟赖院长 对我们麻祖的建设计划 都非常的支持 我真的非常感谢 好 支持该归时 要行动 要执行 执行力 速度加快 好 那下次我问你 有没有到位好不好 是 是 感谢县长处长跟教授 好 谢谢 谢谢佛大德 谢谢 谢谢主持人